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说着那个黄衫女子说 三少奶 等待我师伯醒的时候 实会大发脾气的 我们又不能够杀出她 不如这样吧 等她们留在这里 我们大家松仁 等她们永远都不知道 被谁绑住的 你说好不好 三少奶说 师父吩咐 怎样就怎样 但是想起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 突然立刻要走 我心固然是不舍得 又觉得这么多东西 搬迁不容易 不敢面有难色 一个白衣老妇人说 仇人已经组到了 我们要祭过各位将功 灵位就可以焚化了 三少奶说 婆婆说得对 于是众人来到灵堂 将吴智荣拉过来 跪在地上 三少奶在工厂上面 拿了一部书来 拿到吴智荣面前 她说 吴大人 这部什么书 你肯认得的 吴智荣对这部书 早就看得滚瓜烂熟 一见这部书的厚薄 大小拆数 就只对自己 赖以升官发财的名史 再看提签 果然是名书筆略 就咬下头 三少奶又说 你再看清楚点 这里拜的英灵 当年你都是认得的 吴智荣定眼 看看灵牌上面的名字 只有一块灵牌上面写的名字 是庄允成 庄庭龙 李令式 程维凡 李焕 黄绍 茅原石 等等等等 一百几块灵牌上的名字 个个都是因为自己举报告密 为明示一案 而被朝廷处死的 吴智荣只看了八九个名字 已经是魂飞天外了 他们被韦少保割了 流血不止 本来已经死了几成了 现在全身无力坐在地上来 整个人嘀嘀地震 三少奶奶说 你为了贪徒功名富贵 害死了这么多人 列位上公 有些在牢肉里饱受折磨而死 有些惨糟灵痴 身受千刀万寡之苦 我们如果好处得到师父答够 也早就被你害死了 今天如果一刀杀了你 未免太便宜了你 只不过我们做事 不像你们这么残忍 你们想死得痛快 就自己作个了断 讲完 解了他身上的穴道 哗一声 将一把短刀抛在地上 吴智荣周身迪迪震 执起把刀 不过要他自杀 他说哪有这些勇气呢 突然间转身 就想冲出去逃命了 只会抱着一步 看到几十个白衣女子 掩过前面 他喉咙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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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咙咙咙baby 刃ッ 列位上公 这些大寿得报 在天之灵 请安息 众女子一起派在地下 豪涂痛哭 魏小宝和天地会群聋 都在凌前行礼 那黄衫女子站在一边 皱着眉头不出声 众女子哭入了一阵 又一起向魏小宝叩头 多谢她做仇人回礼 魏小宝连忙叩头还礼 她说一件小事 何必客气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仇人 说给我听 我再跟你组回来就行了 三少奶说 奸上膀拜是魏小宝 亲手杀了 吴知荣已经由魏小宝 组来处死 我们的大仇已经报了 再没有仇人了 众女子设了灵位 火化灵牌 那黄衫女子见到他们烦闻欲折 做完这一样又做那样 不耐烦你来 就走出去看看被琴那些人了 魏小宝和天地会群聋跟出去 占我白夜宫白夜婆病悍还未醒 那黄衫女子微微笑话 组哥 你要放毒害人要认真学下才行 魏小宝说 是啊是啊 万辈放药迷人实在没法子 他们武功太过强了 我如果不用个诡计 实在被扭断自己的脖子 这样的下流手段 江湖上的好汉英雄是好看不起的 我知道错了 下次不敢了 什么上流下流 杀人就是杀人 用刀是杀人 用拳头是杀人 放毒用药又不是一样杀人 江湖上的英雄好汉看不起啊 哼 谁也会看得起啊 好似那个吴赵榮啊 他和朝廷告密杀了几千几百人 他也没用毒药啊 难道就应该看得起他了 这番说话 句句都使得魏小宝在心底下欢迎出来 不禁开眼笑他说 婆婆姐姐啊 你这番说话真的对得没得再对了 我小时候那时候啊 帮人家的手打架 用石灰撑敌人的眼睛就帮他打赢了架 救回他们的命啦 哈 你猜怎样啊 那个人反而说我是用下三男的手段 还出地刮了我巴 可惜那时候婆婆姐姐不在身边而已 否则教训他就好了 不过你向我龟师伯放毒 我都要出来刮你几巴而已 哎呀不要啊不要啊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你师伯的嘛 如果你知道他是我师伯 他又要扭断你的颗 你有毒药在手里 那你放不放毒来迷他呢 哈哈哈哈 这条命这么紧要 那也唯有得罪他啦 那算你老实啦 人要拿你的条命 你又怎样能够不拿人的条命先呢 我说要挂你几巴 当然你太过不识识啦 人家是大名鼎鼎的神权无敌 归身树归二爷 功力多么深厚啊 你想拿这些吃了头又不会闻 眼又不会花的狗屁蒙汗 若来迷他 他老人家就当是胡椒粉啦 不过他他你这些不出得长面的蒙汗药 混在茶里面 人家八十年的老江湖啊 会糊涂糊地喝了下去的啦 你那些是开黑店的流文财体的次货 要落毒就要落第一楼的 啊原来原来婆婆姐姐跟我换到第一楼的 乱说啦我没换啦 归死吧他们自己累了 头痛发烧 暈了之马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一个是废奴鬼 两个是八十几岁的老公公老婆婆 忽然之间自己暈了 有什么稀奇呢 他口就讲一本正经 眼光之中就落出环皮的神气 韦小宝知道他派日后师傅知道了责骂他 所以就不认了 那心对这个女子真的说不出那么佩服 突然间他跪在地下他说 婆婆姐姐我拜你为师 你收下我这个徒弟啦 我叫你做师傅姐姐 那女子嘻嘻嘻声这么小 伸出了右手 把手掌扔着下巴底 韦小宝只觉得下巴底下有件事很硬的 绝对不是人手 扔着头一看 哇大吃一惊啊 那件事竟然是一个黑色的铁钩 钩尖很利的闪闪发光 那女子笑着说 你再看清楚点 左手捋你右手的衣袖 露上一段雪白的上臂 但是在手碗那树断了 没有手掌 那只铁钩竟然安装在手碗上面 那女子说 你要做我的徒弟 那亦无不可 你现在过了手掌 我和你安装铁钩啦 这个黄衫女子 就是当年天下文明的五毒教教主 何铁手 后来拜了袁承智为师 改了个名叫做何铁手 明朝忘了之后 她又跟袁承智走了去海外 那年奉施命来中原办事 无意之中救了庄家三少奶 等一班寡妇 教了他们一些武艺 这次又来到了 刚刚遇到湘怡 拿了蒙汗药来 说起情况 她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不过武功既然是这么高强 平常蒙汗是绝无用处的 于是另外用药物放入水缸里面 何铁手洗毒的本领世上无伤 自从归华山派之后 不玩这件事很久了 忽然看到有人要在水缸里面放毒 不敢手痕起来 牛刀小事 天下谁能够顶得住呢 如果不是 归身算内力深厚 还在她师父原誠致之上 卫小宝这包和御前示威 拿来的平常蒙汗药 怎么迷得她倒呢 那个病汗叫做归宗 她在娘胎子中就已经得病了 本来是绝难养大的 后来吃了珍贵到极的灵药 才补回了一条命 但是身体努力都已经受了损害 始终不能像常人那样壮健 归身树夫妇只有这个独子 爱她还比自己的命 因为她自小病苦前面 不免过分娇重 失去管教 贵宗虽然学了一身高强武功 但是人到中年的心智性情 还是好像八九岁的弟弟那样 何剔手落药的时候 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是发觉竟然是归师伯一家 不如得心中喘喘不安 不过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 唯有自知到外 现在听见卫小宝讲话的时候 这么土人欢喜 对她非常之中意 我心想在域外海盗之上 哪有这么凌厉横皮的少年 卫小宝听说要割了一只手去 才能拜她为师 我手掌看下 又怕手痛又不舍得 神情就很惆怀了 何的手笑着说 师父不用你拜了 我们没时间教功夫给你 我有一件非常好玩的暗器 就送给你了 面前你的心一面叫不抵 白白扣了头 又叫了一阵师父姐姐 师父姐姐不会白白地叫的 你就是不教功夫给我 不给我 好像你这么美貌的姑娘 我叫多几声师父姐姐 心都很快活的 何的手Cat的声音这么笑 她说 你只猫猫猫猫猫猫猫滑 跟你婆婆无上无下胡说 她是苗族的女子 对于汉人的礼法规矩向来 都不放在心上 卫小宝赚她美貌 她不但不怪卫小宝 反而很开心 她又笑着说 猫猫仔,你再叫一聲吧 姐姐,好姐姐,哎呀,你越來越不像樣了 突然左手拿著後頸,將它滴在左側 接著聽見嗤嗤嗤嗤三聲 桌上三支燭火當堂昔滅 對面用板牆上面,噼噼噼噼 好像下大雨一樣響了一陣 唯小寶又驚又起就問 你們是甚麼暗器啊 你自己去看看吧,鬆手放它落地 唯小寶在茶几上拿著竹台 控在板牆上面看看 煎幾十口亮閃閃的鋼針 都深深地釘進去板牆 她佩服到極啊,就說 姐姐,你動都沒動,為甚麼發射了這麼多鋼針 這種暗器,天天有誰避得過啊 何職守笑著說 當年我曾經用這種琴砂射影暗器射我師傅 他就避過了,一眼針都射不腫 不過除了我師傅之外,避得過的都怕沒避得過 你師傅一定是要你嘗試射他,有個防備才而已 如果突然射出去,他老人家武功更強 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暗器,他又怎能避得到啊 那個時候,我和師傅一對頭 正在惡鬥著 他不是叫我嘗試射他 事前完全不知道的 怪不得了 你師傅正在全神貫注地防備你 這樣才避開了 如果你那時候又向東面一指 另一頭一看就說 咦,誰來啊 你師傅必定向東面看一眼的 那時候你忽然間發射 我看呀,非眾不可 唉,或者你說得對啦 這些鋼針上面唯一劇讀 我師傅那時候如果避不開就已經死了 那時候我不想殺他 噢,你的心喜歡了師傅呢 是不是呢 何的手的臉微微一紅 披著他一聲就說 哪是呢,你不要亂說 被我師娘聽見了 實覺得你半條理而已 魏師傅就慢慢想不到 那時候何的手都暗中喜歡的 他說這個女扮男裝的師娘 少年往事突然湧上心頭 雖然已經時隔幾十年了 何的手的臉還是不禁發燒 他拿出兩隻綠皮的手指套 戴在左手的手指公和食指上面 將板牆上的鋼針一眼睛拔下來 然後在衣襟裏面解了一條鐵帶出來 帶上面裝著一個鐵盒 盒蓋上面有很多小孔的 魏小寶仿然大悟 拍著手地說 姐姐啊,這種暗氣真是巧妙了 原來你裝了一件衣服裏面的 只要一按鐵帶上面的機關 鐵盒裏面就射一些鋼針出去了 魏小寶想著他答應送一件暗氣給自己 多數就是你現了 不禁心花怒放 何的手微笑說 無論多麼厲害的暗氣 發燒的時候總是要靠手力盡頭的 你武功太過差了 除了這種含沙射影之外 其他的暗氣給你也沒用的 於是將鋼針一眼眼插進鐵盒裏面 以魏小寶劣裏長袍 將鐵帶綁在他身上 鐵盒是在心口 搞了他按機關的方法 又傳了配製針上毒藥和解藥的藥方 他說 盒裏面的鋼針總共可以用五次 用完之後就要加回去的了 我師父一再釘竹 千萬不要誤殺無辜 這種暗氣本來是為了劇毒的 不過現在為的 就不是要拿人的命的毒藥 只是叫人中了之後 又麻又養 全身都沒力而已 但是你仍然不要亂用 魏小寶千應成萬應成 又再跪下拜謝 何的手說 你將他們三位扶起坐好 魏小寶認了 千張歸身樹扶起坐贏一張以樹 又去扶歸宗的時候 碰到腰尖圓滾像是狐狼那樣 那拉起祥婆一看 是個閣囊 魏小寶一時好奇 拉在閣囊上的皮繩一看 突然大叫出來 哎呀 是它死人頭呀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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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雙眼看著我呀 何的手說的很奇怪就說 它不知道殺了什麼重要的人物 整天把首級掛在腰間呢 你拿出來看看 哦 死人啊 我拿你出來了 你不要咬我啊 慢慢伸手下隔囊 拿著首級的邊 滴出來放在桌上 燭光之下看得明明白白 這個首級怒目懸憎 求嚴激張 衛士堡大叫一聲 連退三步 是吳大哥啊 何天守微微的驚慨問他說 你認得他的嗎 他 他是我們會里頭的兄弟 吳六奇吳大哥啊 他心極之悲痛 放聲大哭 天地會群怒聽他狂叫大哭 趕快走來大廳 見到吳六奇的首級 個個都吃驚悲憤 那個人手按刀柄望塞何的手 以為吳六奇是他殺的 跟著湘兒也扔了出來 衛士堡拉著他的手指著手級 他說 湘兒 這個你義兄吳大哥 他 他 他被那些惡賊害死了 講完 衝到歸宗前面 在他身上出力地踢了幾腳 向徐天穿他們說 吳大哥的首級 這個惡賊是在身上的 眾人再去看看這個首級 精血跡早就乾了 頸口的地方 全部都是石灰 顯然是用藥材和石灰保護著 不用它腐爛 相而抱著手級 放聲大哭 李力世說 我們用冷水淋醒這個惡賊 問清了他 再殺了他跟吳大哥填命 群紅齊聲贊成 何的手說 這個人是我師弟 你們不能動他一條寒毛 講完 伸了右手鐵鉤 向著桌上一支蠟燭灰 就飄然進去裡面 袁精道恩犯惡了 就算你師父 要將他斬為獄掌 突然風濟中耳的聲音 左手用兩隻手指 拿了七八分長一缺蠟燭 將他舉起來 竹台上的蠟燭 本來還有七八寸長 但是現在已經過成六七缺了 每一缺都不到一寸長 齊齊整整地跌在一起 沒有跌下來 哇 你的手武功 真是得人驚呀 天地灰群紅人人都變了臉色 袁精一聲拔著配刀他說 我殺了這些人為吳大哥報仇 讓我的女人殺了我 李歷勢說 謂遲 問明白先 然後將三個人一起殺了他 衛師父說 沒錯了 你婆婆姐姐只是怕她撕白 只要連她撕白 撕白老婆一齊都殺了她 反而沒事的 湘兒 你打一盆冷水泥 不過千萬不要在廚房裡下藥那些 湘兒進去 打了一盆冷水出來 徐天村接過泥 在歸宗頭上慢慢地淋下去 看見她連氣打了幾個黑癡 就慢慢地擦開眼了 她身在動 發覺手腳都被人綁住 腰間又被人點了穴道 她生氣了 誰呀 誰呀 誰替我找這樣的東西來玩呀 袁正張刀刃在她的臉上 輕輕拍了拍 罵她說 你祖宗和你玩呀 指著吳六奇的首級問 這個人是不是你害死的 沒錯 是我殺的 媽媽 爹 你們在哪裡呀 轉頭看見父母都被人綁住 嚇得他差點哭 她生根除父母 事事如意 這麼多挫折都沒有受過 什麼時候經歷過這樣的情境呀 她很負面地說 你們做什麼呀 你們打我不過 為什麼又綁住我 綁住我爹媽媽呀 徐天村反過手掌 拍一聲 挖了她的巴 喝她說 你這個人 你為什麼要殺她 快點說出來 如果說半句謊 立刻刀盲你雙眼 說完 將刀尖伸過對準她的右眼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